我們回台灣了 終於回來了 我們今天要趁把東西物歸原位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包裡面最後剩下的哪些東西 除了有買的一些小小紀念品之外 這些就是我們在旅途中有用到的 然後也被我們帶回來的 然後我們要先講一下整燙下來 然後我們覺得比較實用度高的東西 然後很實用的部分 然後會分成阿湯的版本跟我的版本 因為我們兩個發現意見不太合 就是沒有辦法統整成 就是兩個人都很一致認可的前三名 所以他等一下會先分享他的這個前三名好用物 那我先分享的是應該說不是在我預期中 會一直常用到的 然後但是你帶這東西使用的時候 你會很開心的東西 第一個是繩子 很不起眼的東西 那他在我們每次曬衣服的時候是 看有一些環境啦 就是有一些阿伯給他的掛衣服的空間沒有這麼多 然後你可能要自己在想辦法製造一些掛衣空間的時候 你可以用到這東西 然後像hosto跟飯店是絕對沒有曬衣空間 所以你就直接在你的那個 房間裡面就可以直接曬 其實不確定能不能這樣用 可是我們都還是會偷曬 對 但是沒辦法 就是一定要用 怎麼辦你衣服怎麼辦 還有這個啊 就是在迪卡農買的 原本我就有一個旅行用衣架 後來我們就多買 這也是真的 因為曬衣服一定會用到比較大型的衣褲 都會用這個很堅固 幾乎都會用啦 然後像夾子 基本上所有跟衣服有干的道具 帶著真的會比較好 然後這個數量你們就抓一件一個夾子就好 我是帶了大概10個左右吧 就很需要 因為襪子什麼就是小小的東西 但都需要固定 對 然後還有風啦 風會很大 像我們每天襪子沒有乾 我們就直接把它夾在背包上 然後這種腸尾夾 它就是比較緊 所以比較可以夾的老鼠 我們就有帶了三四個 真的很實用 每天都會曬襪子 嗯 這個 第二顆 沒有排名啊 因為沒有什麼名次問題 這種塑袋 塑袋是 使用度非常高 因為我們隨時想要改成比較輕便的方式 攜帶東西的時候 就用這個 或是到每一個休息點 我們要去採買一些食物 或是 對外出的時候 我們都會戴這個 塑袋的袋子 非常好用 日折起來就很輕巧 沒有什麼體積跟重量感 對啊 然後其實很多外國人也都會戴 對 你看 他們輕裝有時候就是 對 眼睛對我來講是最有價值的 在去西班牙之前是 想到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不想戴眼鏡 所以我要配有度數的墨鏡 可是我又不想要多戴一個墨鏡 所以就變成 配了一個 眼鏡跟那個 墨鏡片是分開的 所以我平常戴的時候 覺得太陽太亮的時候 我就給它裝上去 然後如果沒有太陽就一直陰影的時候 你就直接拿下來 超級方便 這個是我就是 旅程下來就是覺得 這東西讓我很開心很方便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歸在最有價值 近視的人可以考慮 直接去配一副這種 眼鏡很方便 我覺得一定要戴的是拖鞋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都是穿涼鞋嘛 然後想說可以取代掉拖鞋的功能 結果發現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你 到了阿伯給你可能還是想要換乾淨的鞋子 然後涼鞋會很髒 所以一定都要脫掉 拖鞋的部分是希望大家從台灣戴的 是因為覺得重量不會很重 然後價格也比國外便宜 然後一定幾乎都會 所以如果你戴的話 也天天都會穿得到 所以一定要戴 不然那個地板真的有時候會覺得 都已經洗完澡了 很不想要再把腳用掌 公用的衛浴啊 它的水都會破來破去 然後有時候你洗澡間 它那個下面的水是別人洗澡 它的泡泡會流過來那種 沒有辦法確保說那個浴室 衛浴是分開 然後地板都是乾的 所以很常時候 像我睡覺之前我都會再去沖一次腳 就是在拖鞋出現之前我都會這樣 對 因為你可能洗澡要找到別人在洗澡 泡泡就留下來 你就可能找出去又踩到它的泡泡 就會這種東西就覺得 唉 如果戴拖鞋的話就 方便很多 所以拖鞋是一定要待 不然你看我們出國還是買了一雙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 我覺得很實用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這個 微薄 在路上我就一直問他 你要不要買一個 你要不要買一個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早上出門的時候其實都會偏涼 然後有時候風很大 一套上微薄那個溫度感就差很多 就是這邊不會灌風之後 你就會覺得身體就不會這麼冷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太陽很大 然後又可以幫助遮這一塊 就不要塞傷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好用 因為我們七月去的時候 都是他們濃收的季節 然後又常常走在那個鄉間小路 旁邊都是稻田那個賣田 尤其是七月中後 就是幾乎每天 只要是在那個濃間小路上 都會有那個超級大型的收根機 然後在你旁邊經過 他只要一經過那個土 全部都是 就真的是粉塵 還有碎石頭 然後就會一整片可以 大概有100公尺長 全部都是粉塵喔 然後去不掉 因為沒什麼風 然後你就看到他 就整片空間 那個空氣裡面全部都是那個粉 所以有這個就可以幫助我們遮住那個扣鼻 減少吸入太多的灰塵 我覺得超級好用的 然後我發現外國人都沒有在怕的 他們灰就直接過來 然後就直接走過去呼吸都幹嘛 他們都 因為我們兩個每次看到車 我們看外面放下天啊又來了 又是一大片灰塵 我們就會停在一個比較寬的定點 然後整個轉向 然後開始遮住 然後都不想動 然後眼睛也不想張開 一直等到那個車過去很久了 因為這邊都還是灰塵了 但是才會就是繼續往前走 對啊 真的很多灰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很好用的呢 是雨傘 這個雨傘是我四月在韓國的時候買的 也就是想要一個輕巧 然後這個真的超輕 沒有什麼重量感 然後他又很快乾 所以我覺得帶著他 雖然是最後面幾天才用到 可是真的超實用的 就是我們算很幸運 就是前半段二十幾天都沒有遇到下雨 唯一有下雨一個是那個冰雹 然後還有一個是在 Monse Bardon的時候 夜間下的超大雨 可是在行走的時候 是一直到Galicia的 比較靠海的區域才開始出現的 所以前面是真的都沒用到 然後就覺得 帶他來好像沒什麼作用 可是到最後面幾天啊 像那個我們很 我們遇到的雨都不是那種 怕那種磅礡大雨 就是比較是細小 雖然有一天是比較單 因為他那個下的時間太長了 對可是有雨傘真的很方便 因為你的包包會用這個被套 就把它遮住了嘛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用濕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雨傘 又可以蓋掉就是那個接縫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確保包包不會濕 然後他又很輕巧 對所以我覺得很適合 然後很多人是會穿那個連身式雨衣 就可以把整個包包遮住 對其實也很好 只是會很熱 因為我們連穿像那個很輕便的 輕薄的這種防雨的 都會熱到裡面也在下雨 對然後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有這個雨傘 再加上一件雨衣 就是是很好的這個準備 對我就沒有準備連身的那個雨具 然後這個雨衣外套他又有保暖功用 我覺得很不錯 可以再帶小一點的不用這麼大的 可是他可以兼具保暖跟防水 一定效果的防水功用 我覺得是很值得準備的 然後最後呢 我要講的就是我們的藥帶 因為藥帶裡面其實真的會因人而異 就是你會覺得可能 就是大家想到東西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次有準備的 我覺得很好用的呢 就是已經被喝完的浮帽熱飲 因為他到最後幾天的時候就突然冷到 然後喉嚨就一直會咳嗽 對然後那時候他就是每天每天喝 所以把浮帽熱飲都喝完 可是他是覺得很有用 快速早晚喝 趕快要把那個在還沒有很嚴重之前 就要一直灌那個浮帽熱飲 然後更喝熱水 對然後還有我準備的那個OK棒 我也覺得很好用 因為我的那個有長三個水泡 可是都是在這個指尖的位置 所以其實不太影響行走 然後就不太需要用大家會去買的這種水泡貼 因為水泡貼他是就是有點像人工皮 他是有一點厚度比較軟 可以讓你走的時候 壓破不會壓破到你的水泡比較舒服 但是因為我的都是在指尖這個最邊邊的地方 所以其實不會真的需要用到這裡 你看我買一包裡面有六個 到現在都還有三個還沒有用完 因為我會直接用這個OK棒去把它包住 對然後一開始會用繃帶再纏住 我們帶的那個繃帶也被用完了 因為真的很好用 對然後中途的時候 其實一些朝聖的他們也都自己有準備 對就是假如你沒有帶的時候 他們其實他們知道你長水泡的時候 他們超熱心的都會想要一直分享 像我就是有被兩個奶奶詢問 他就是直接已經要掏出那個水泡貼給我了 然後還有那個美國大叔也是每次都會說 你有那個嗎?我需要嗎?什麼 對然後還有最後真的有拿別人給我的東西 就是有一次是一個一個也是一個大叔他的藥膏有借我擦 然後最後是那個賽爾維亞大叔他也是他的 他直接把那整瓶的藥那個就是一條的軟膏 然後就直接給我這樣子 對沒有帶回來啦 因為你沒有大麻成分 所以就是留在了葡萄芽 對像這些東西其實就是這還蠻需要的 而且像這個唐妹送我的Vegan護唇膏我覺得也超重要 因為整路都很乾 然後這個嘴唇就是最暴露在外面 而且我就是很容易因為我那個過濾性泡疹 我的嘴唇只要一曬過多的太陽 然後他就會可能隔天就會開始有要發作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就會每天都把它放我的口袋 然後一感覺乾就趕快拿出來補拿出來補 然後就覺得真的超重要的 然後還有像這個護手刷也是 最後那個手腳都已經把它當身體乳在擦了 就只想趕快用完 除此之外就是他真的也是有滋潤效果 對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很小 可是又很很需要可以幫助你 讓你在旅行當中會過得比較舒服一點的小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忘記講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裝衣服的 壓縮帶 壓縮帶 真空帶 因為我們買的這個是不需要打氣筒 也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你就是直接用捲的 你就可以把它這個裡面的氣體排出來 這個好用的作用是你的衣服 等於是它直接先把你的衣服就分帶 你就不需要再用一個 額外的防水帶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個空氣擠出來之後 它變得體積超小 再用一個我們在大創買到的這個繃帶 這樣子把它纏住 讓它不會就是彈開變形或什麼的 放在包包裡面真的是很不佔空間 就是你可以就是騰出很多的空間 去放其他可能體積比較大的 像最後啊 那個我們在12天的時候買的那雙鞋 它看起來很大對不對 鞋子 可是它還是可以塞得下包包 因為我們的包包裡面就是 有足夠的多餘的空間 可以去就是放這些體積大的東西 然後也不會覺得它特別過重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真空袋是很好的 當時覺得是很不錯的一個決定 用的這個 本來就是要做什麼用的你知道嗎 反正就想說啊 如果走完之後開始去旅行 在那邊購物多買的衣服 就可以用這個妝啊 就一開始就拿來用 就覺得它太好用 那有什麼帶了之後 覺得早知道就不要帶的東西 就是除了那個 因為影片裡面有前面就有說 那個吹風機 吹風機已經被我丟了 丟掉了 那可以不用帶 其實真的不用帶 因為夠乾燥 所以頭髮很快就乾了 然後真的 有時候住的地方 住好一點 他也是會提供 就覺得那天有一種 就是那個很幸運的感覺 可以吹頭髮 可以很理解所有女性觀眾 你們如果真的想出發 我覺得都真的還是會想要帶吹風機 但是 曾經建議一下 因為有人會找那個很小型的吹風機 行用超級小心 然後腰很輕便 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做法 就是你去把頭髮 覺得像我一樣 我告訴你這顆頭 真的就是讓我洗頭髮輕鬆很多 然後等乾也不用花很多時間 因為有時候頭髮也是在沒有全乾 其實情況下就會跑去睡了 可是因為它很短 所以就不會覺得很不舒服等等的 因為整趟路我沒有看過有人用吹風機 沒錯 連亞洲人都沒有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帶 而且你看到大家都沒有吹 你在那邊吹也是很奇怪 就是 對你就看到它怎麼樣 就是 那其實就是 就足夠了 我是筆記本 筆記本是帶的都沒有在 完全沒有寫 我連拿出來都沒有拿出來 我都不知道他有帶這個 就是 我覺得他也是有點重量 這也是幾百克 但是就是帶了完全沒有 有點浪費空間 應該說 網路上有人比較討論頭燈這件事情 就是頭燈要不要帶 但是 應該還是帶會比較好 有一些 如果 對啊 因為如果你要很早出門的 其實是五點 六點之前都還是很 很蠻黑的 有很多路段都是你一出門 就要進到那個樹林 真的完全看不到 手機的燈其實幫助不但 因為他很散 不夠集中 對 所以還是 會有一點危險 因為不確定你 你當時的路況會是怎麼樣 然後有的路真的是 不好走 然後就是 還是需要像頭燈 就是夠亮亮的光 才可以 那我覺得這是 因為這是迪卡龍最便宜的 我覺得他亮度還是不夠 因為我記得可以選 過一點點 然後再更亮一點點 然後這路可以再亮一點 會比較好 因為真的 那個石頭路 那個光你不夠 很危險 就是走起來 會很不安全感 很容易怕地搖東西 背包我第一天 介紹 所以有講 我不知道好不好背 所以我們背完之後 當然都是三個 後來都是我背 因為比較適合我的體系 後來我買的這45升的 最多可以到45升 有點還是太大了 太大喔 其實他都一直沒有鑽嘛 對 可是後面的好處是 就是像我們 最後回來時候 有拖運一個行李 然後就可以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 塞進去 包含液體啊 或是偏重的東西 都塞進去 因為那個就算是裝滿重量 也是不會到 就是航空公司的這個限制 所以全部塞進去 然後他是真的會變很大 然後就會變得很方便 因為另外一個包包 就可以變得很輕 那這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出發 才能這樣 如果一個人真的 就不需要 如果真的要講一個公升書的話 我是覺得不用超過40 就是 我覺得32那個 那個真的就可以 30 32就可以 32算是不能增加東西啊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扣打 對 就是如果你之後 還有小旅行的話 就會沒有什麼空間 還有你要買食物 就是路途中你要增加食物 他需要再多一點空間 除非你有外掛式的小的袋子 就是譬如說那個壓縮袋 不是壓縮袋 那個束繩袋 你就可以掛在背包的外面 或什麼的 因為有些人會把睡袋拿出來 掛外面 或是多掛一個小包包 對啊 那就30出頭可以 中間只大概不用超過40 就是大概30到40之間都很夠用 不用太大了 好這個是我們 推薦 就是對啊 跟大家覺得提示一下 帶東西 他每個人帶的方式 會有時候不同 就是習慣的東西也不一樣 但是可以建議大家啦 就是有 可以幫助到 如果你們想要去 朝聖之路的話 就可以 考慮一下可以帶的東西 好我們來裝一下 然後看一下 就是回來的重量 來看一下 7.1 7.1 7.1 7.9 7.1 7.1